Hello大家好,我是大营 首先准备5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4克的食用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用60度左右280毫升的热水和面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这种大面絮,下手揉成面团 这时候的面团,不好揉光滑 盖上盖子,饧面5分钟再揉 碗中打入4个鸡蛋 加入一小勺的食用盐 把鸡蛋搅散 搅到鸡蛋液像这样调起来,呈拉丝状就可以了 锅中倒入食用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用筷子快速的搅成鸡蛋碎 鸡蛋碎炒好以后凉凉备用 锅中水烧开以后加入几滴食用油 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把菠菜放进来焯一下水 去除菠菜里面的草酸 焯水一分钟就可以,不要焯的时间过长 以免菠菜里面的营养都流失掉了 把菠菜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再把菠菜里面的水分挤干 尽量挤得干净一些,防止菠菜出水 再切成小段 最后再用刀剁碎一些 切好以后装入碗里面 加入适量的玉米面 这一步是为了防止菠菜出水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和蚝油 再多加一点食用油 把炒好的鸡蛋碎也加进来 炒鸡蛋的时候已经加了食用盐 馅料里面就不用加盐了 搅拌均匀备用 把形状的面放在案板上 把它搓圆一些 分成大小均等的四个面积 取其中一份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面片 倒上调好的馅料 用筷子给它摊均匀 再从下往上卷起来 卷得紧实一些 两头用手捏合防止露馅 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摆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 开水上锅蒸1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哇真的好香啊 稍微晾凉 不烫手 用刀给它切成小块 这样鸡蛋菠菜卷就做好了 经营剔透 每一层都剥稿着馅料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也可以头一天晚上 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 第二天早上 当做早餐 非常的不错 特别适合 特实的孩子 又有营养 又好消化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 收藏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